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应聘者 赵旭 男 三十七岁 黑龙江人 北京电影学院 进修 影视表演专业 来求职的意向 演员 我想请问一下 在座的邪教有赵演员的没有 除了尹哲之外 没有 好 这份简历的初印象是什么 这个选手已经三十 三十七岁了 仍然去放弃自己以前的 高速工作收费员的工作 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我挺敬佩这样的人的 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 特别冰火两重天的人吧 他做着收费员 做了这么多年 很城市化 然后喜欢冷血动物 同时他又喜欢 钢管舞表演这样的内容 我觉得应该挺有趣的 我觉得做演员不一定 一味地凭着这种 一股脑的热情 其实还要看他合不合适 演员这个职业 他比较特殊 不是说每个人有了梦想 有了这样的想法和需求 就一定能够做一个好演员 和合格的演员 我觉得他是活明白了 就是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他已经三十七岁了 我觉得跟曹熙 可能有一点像 就是他现在 你说曹熙去学表演的原因 是因为他想去真的要做 把这完全放弃那件事 也许做演员 不是的 我觉得可能是 他已经过了前半生 可能他想用现在 重新开启另外一种活法 所以才去学演员 我觉得年轻人应该有想法要趁早 既然喜欢 为什么不早一点呢 喜欢养冷血动物的人 都相对孤独 因为冷血动物是没有互动性的 它更多的只是在 冷血动物面前表现自我 来 我们掌声有请赵旭 各位老师好 主持人好 我叫赵旭 来自黑龙江 我今天来应聘的职业是演员 同时我还是男性力量型钢光舞教练 在艺术的道路 我坚持了很久 急得谈到现在二十一年 钢光舞八年 现在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 影视表演专业 谢谢老师 你在做演员之前是从事什么工作 我在做演员之前呢 就是说是高速公路收尾站的收尾员 微校服务 是吧 对 后来为什么没干了 感觉不是很喜欢 跟我这个艺术道路相差的非常甚远 艺术道路什么时候开始萌芽的 是我没有上班的事之前 就是最早 最早 那后来为什么没有像杨翠仙老师所说的 一开始就去实现的 反而选择了去做公路收费员 因为当时是爸妈要求稳定嘛 所以你妥协了 对对对 后来实在是干不了这个 你就去钢光舞了 对 你是做商演吗 刚开始是学习 然后是商演 说实在话 我怎么都把你跟钢管联系不到一块 因为你不是那种特别张扬和爱表演的性格 你相对内敛 怎么选择钢光舞呢 因为这个舞蹈非常有争议 就是说当初我也是在好奇的心之下 你喜欢争议 就是说我想去了解了解这个钢光舞 你弄舌过几根钢管 钢管都没弄舌过 钢管把你弄舌过 是 受过伤 对 受过最严重的伤是什么 就是说大头冲下的 大头冲下 那挺严重的 他一上场的 我第一个感觉就是 他好像身上没有那个职业特征 就做一个演员 其实做久了 你会身上有一些职业性的习惯和特征的 但是我在他身上没有 那只有两种可能 就是要么就是很高 深藏不漏 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呢 就是还没有入门 或者没有占方面的天分 第一眼我就很担心 我担心可能是没有天分的可能性居多 那后来怎么又想去做表演了呢 因为我在老家的时候就是说 也接受过拍戏 接受过影视剧的拍摄 但是说也不是我最终我想要的一个目的 想要的一个结果 于是我就来到了北京 北京进修 金融学习 花钱吗 花 一年多少钱 连吃带住再学费十多万 都是自个儿掏腰包还是父母帮衬 父母帮衬一部分 这个练成了吗 进修完了吗 马上毕业了 你喜欢演喜剧还是喜欢演悲剧啊 我喜欢演悬疑的或者是有剧情跌宕起伏的 为什么不喜欢喜剧 因为喜剧在我眼里来说比较演技 不是用特别特别高的演技都能完成的